我没有想到你这是一般的 我们是Mai Po Pia 可是我的家族有才能成为Athletic 阿公是新纳波第一代的篮球播手 然后我台马是游泳健将 他们参加C Game 都有拿过买的 后期的那个贴旗期 他们也要做一点小胜利 所以他们就选择开豪彩薄饼 我是喜欢运动啦 可是没有像我 我的阿姨阿公他们这么厉害啦 我比较擅长煮东西 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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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贵 豪彩薄饼的第四代传人 我们是福建餐馆 是买扩肉包 炒面线 炒福建面 这些菜都是家里人 每个人都会在煮的 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家里每次吃的 我们来店里来卖 招牌是卖薄饼 我们的薄饼跟外面的不一样 外面就是包好啊 一条这样子卖给客人 我们是一锅菜 还有那些配料就放在旁边 给你们自己包 以前大家户户都会在做薄饼 所以我们好彩薄饼就是很家庭式的做法 薄饼给自己包就是让一家人聚在一起 聊天边吃边喝边玩这样子 如果说客人不会包 大多数我们都会说 你们第一次来吗 还是你们有包过薄饼吗 我们都会 给他们看 因为如果薄饼包的不扎实 包的不对 味道会有点不一样 中学毕业过后 阿公就叫我回来接手家族的生意 刚刚接手的头三年 有点辛苦了 讲迹 服务客人 因为不然间看到一个不熟悉的面孔 你一定会觉得我吃了这么久 你是谁 所以就用心去做每一样东西 用时间来代表我的诚意 我的努力 我还有弄给李显龙师 哇那保镖 几个都在那边排住 那只有我跟他我这样子看住他 我看到他我握他的手啊 我这么多都要握断条了 你讲话你讲话 我是 Mr. Li 我是老师 不叫弗饼啊 我就介绍咯 我们是第四代豪彩包饼 重点是要让他知道 我们在保留传统的食物 传统不单单可以带回以前的回忆 也可以让现代的人给他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坚持这样的味道 给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菜肴 当你看到客人很开心的在包自己的包饼 吃完那个包饼 已经吃到三代都来吃了 所以那种满足感是真的很开心